世界一缺人国家,生一个瓦奖47万,为何当地妇女仍不愿生? 众所周知,我国是世界人口非常多的国家,曾因人口增长过快实行了计划生育。 由于限制人口现在老龄化问题加剧,如今国家开放了二胎政策。 近年来,全球有很多国家出生率都在不断下降,比如德国人口一直下降。 当地政府为此也操碎了心,因为人口实在太少了。 他们用尽一切办法,鼓励鼓励生育,甚至每生一个孩子,奖励六十万。 还提供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,而国人都不为所动。 而现如今,全球又有一个国家开始严重缺人。 这个国家就是欧洲经济富有国家之一法国。 法国如今出现缺人现象,为鼓励生育。 政府规定生,一个就提供约47万人民币,并免费提供保姆来带孩子。 在各种福利诱惑下,仍然有很多年轻夫妻坚持叮客。 不为之所动。 在法国的街头最常看到的就是老人。 无论路边休息还是超市购物,或者地铁乘搭随时都能看到老人的身影。 从前法国人口增长,还比较富有活力。 出生率一直在欧洲名列前茅。 现如今人口数量不断减少。 法国出生的婴儿数量,现如今已经连续三年下降。 死亡人数不断增加。 人口的自然余额,已经跌落到历史最低。 比第二次世界大战,还要低很多。 而当地妇女不愿意生育。 并不是因为身体原因。 而是法国年轻男女,大多是丁克一族。 在他们看来国家经济发达。 而且生活条件富裕。 不生孩子反而让他们觉得二人世界更幸福。 对此,法国政府也推出了政策,来促进国内新生婴儿的增长。 每个孩子从出生上学到大学的费用,全部由国家承担。 包括孩子的奶粉费。 教育费。 医疗费。 每生一个孩子政府,就会奖励各种福利。 一胎的话,每月有300欧。 和人民币2000多。 一直到孩子18岁成年。 这样算下来,大约是47万元人民币。 生得越多补助越多。 政府还帮忙请保姆报销费用,甚至全免。 但即使政府出台的福利和政策很多。 当下的年轻法国人,仍然不愿生育。 坚持自己的丁克思想。 法国男女比较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。 认为自己的人生中,一定要享受生活。 有了孩子就不自由了。 会影响到二人世界。 有这些时间还不如出去旅游。 实现自己更多的人生意义。 不知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去讨论一下。